聽不懂 還都來了 我來 我來 說到海豚音 不知道聲聲老師是否 我海 我海豚不了 海豚聲 海豚聲 是這個嗎 不要 好尷尬 好啦 會要挑戰 這個怎麼發出來了 作為樂壇進步最快 最大的歌手周深 相信很多人 都沉醉於他的天籟歌喉裡 周深現在這麼火爆 人氣這麼高 真的是有原因的 業務能力太能打了 每一首歌都是那麼的治愈 神仙唱功搭配夢幻音色 完全是樂壇無法超越的金曲 那麼本期就給大家帶來一幾首 他翻唱的歌曲 這首《旺》 這是他在跨年演唱會演唱的一首歌曲 周深的完美聲線太走心了 開口詮釋了歌曲表達的特殊情感 讓全場的觀眾如癡如醉 以前演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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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心脏里面的幸福 手中写让我笑 让我笑 到之前一遍往上回头 变速着前行着落 再遇着火树 来到叶峰江湾 参与心中心 我说 可以听我说 我跨过前山走的灯火 飞快的掠过 春去旧爱的颠簸 第二首听我说 她用游刃有余的音乐驾驭能力 创造着专属于周深和歌迷的奇迹 她的努力和天赋 征服了歌迷和观众 开口太治愈了 十分的温暖人心 听我说 可以听我说 我跨过前山走到灯火 开心和难过 总要找个人说说 日子总会变好的 如果有失落 就这样听我说 若没有去着 在心和难过 总要找个人说说 那个人总会 像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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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里面 第三首 《笑云端》 这是黄岐山火爆2023的一首歌曲 歌曲十分的治愈 不少网友表示 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当周深给选手演示 翻唱起来这首歌 聊聊几句 尽管是清唱 也展现了她优秀的唱功 开口韵味十足 不少网友表示 简直是这首歌的天花板级别了 针灵状 山那边 挂鼻子去 你把她气花噜 四首后来 这是刘若英的经典歌曲 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 当周深的歌声响起 仿佛把听众的思绪带回17岁那个年纪 为歌曲增添了令人遐想的风情 男孩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有一颗男孩 爱着 你们这群永远支持我的男孩和女孩 我是只花生孤岛的蓝鲸 有着最巨大的身影 第五首《花生孤岛的金》 在她的天籁歌喉里 她独特的歌声展现着天籁的唱腔 才华横移的她 在演唱时是那么丝滑治愈 周深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她的歌声 更是来自于她的坚持和真实的品质 她并没有因为一时的成功而停下脚步 反而更加珍惜机会 持续努力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是真实的 她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 在娱乐圈 虚假和炒作层出不穷 而周深的努力和真诚 恰恰是她成功的关键 她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需要付出 需要坚持 更需要真实的自己 她的成就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你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明天见 你问我这每一件 天我黑咋的声音 你都不认得 你错过了 你问我什么呢 你问我 你问我什么呢 我自从来寂寞 你答应 谁的东西 我这样做 擦我的耳朵 我自从来说 我自从来说 你答应 你答应 你试图 лов 你答应 我現在沒有人過 我知道你們橋頭很多 不要解釋 我相信你就有個強頭 我要欺騙你做什麼 只要你们永远记得